我們來看到的高雄有位七十七歲的老婦人 因為她的孫女這個月要到歐洲念醫學系 老婦人到了舞咋的龍塵宮來拜拜拔筆 祈求神明保佑 沒有想到植出了雙力角 這廟方就說他們建廟已經超過九十年時間 還是第一次看到這樣的景象 真的非常罕見 不少人遇到問題都習慣到廟裡拜拜直角 希望神明幫忙解惑 這個月十四號一名七十七歲的王老婦人 因為她的孫女要到歐洲念書 她到廟裡直角 寢視神明 希望神明保佑 讓孫女出國念書一切順利 沒想到竟然出現雙力角的景象 讓她又驚又喜 廟方說他們建廟超過九十年歷史 還內外信徒很多 之前有看過利角 但是雙力角還是第一次看到 廟方趕緊拿壓克力板照住 到現在已經超過九天 雙力角還是沒有倒下 相當神奇 事實上這名正妹名字叫翁彩池 去年跟家人逛愛河燈會 看到有攤商因為心肌梗塞沒有呼吸心跳 高一大畢業的翁彩池 學以致用 立刻伸出援手 CPR急救 救了攤商一命 還因此接受市府表揚 決定說要考醫學系 然後要以後能夠當醫生救人 那但是因為現在剛好是疫情 所以說那個阿嬤覺得很擔心 就特別來五甲的媽祖廟這邊 就是來請媽祖保佑 翁彩池的母親說 女兒因為救人一命 而激發她的使命感 決定到國外留學 結果家人到廟裡拜拜求平安福 竟然出現罕見的雙力角 家人希望神明保佑 讓彩池能夠順利完成學業 回到台灣幫助更多人 記者黃耀明 高雄報導